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难把这两者划上等号吧 6月14日 日本警方逮捕了34岁钢琴家齐腾一也 涉嫌在飞机上偷窃公解的围军 新闻一出 顿时就引起了一阵唏嘘 据日媒报道 4月25日下午齐腾一也 达成了安娜航班从冲省新世元机场飞往东京雨天机场 当时她坐在飞机后部靠近厨房的座位上 飞机起飞前 趁着空腹人员都在忙碌时 齐腾偷偷闯入机上小厨房 偷走了一件空姐的围裙 并迅速塞入裤子内带走 安娜空行表示 此前就经常收到空姐反馈 围裙失踪 所以这次发现异常后 立即就报了警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 日本东京机场警察署 14日逮捕齐腾一也 并在齐腾家发现了十多件女性制服 包括护士制服 餐饮店用过的围裙等 被捕后 齐腾直言不讳地承认了所有指控 并表示自己已经偷了几十次了 他称 为了方便偷围裙 每次订机票都会刻意选择 靠近后面厨房的座位 齐腾还透露道 收集女性制服是我的爱好 我很喜欢门上面的气味 还会亲自使穿它们 这坦荡的态度 让参与调查的警方都有点忙了 从今年4月开始 警方就接到多家航空公司 类似此案的报警 目前 东京警方正在对齐腾进行深入调查 看看是否有关联性 齐腾被捕后 也是震撼了日本艺文界 今年34岁的齐腾一爷 是日本很受赞誉的新锐钢琴家 他曾多次在国内和国际赛事得奖 和老一辈的古典音乐家也有过合作 据官网显示 他出生于山梨县 4岁便开始学习弹琴和作曲 从东京艺术大学毕业后 先后移居法国和德国 并获得了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 柏黎艺术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 2020年3月回到日本 2021年发布了首张专辑 定期都会决心演奏会 目前还在母校东京艺术大学音乐高中兼职讲师 而齐腾的妻子 是美女小提琴家范川执美 范川高中毕业后前往法国深造 拿到了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 同时还是法国国家广播爱乐乐团学院 巴黎管弦乐团学院的毕业生 并拿到了法国国家演奏家的资格 可谓是美貌与实力并存 俩人于2020年结婚 2022年齐腾在SNS上 晒出了结婚两周年照片 公布婚讯 夫妻二人还多次一起开演奏会 豪华的二重奏也是大受好评 如今齐腾被捕新闻一出 夫妻俩接下来的演奏会 公演纷纷终止 退票退款 本是在艺术领域大有成就的钢琴家 如今却变成了有女装怪癖的小偷 只能说变态年年有 不管哪年都会特别多 喜欢王家卫电影的小伙伴 一定会对那部鼎鼎大名的《重庆森林》 非常熟悉 在这部有着浓浓王室特色的艺术片里 主人公实际都是重度 恋无疲欢者 像是片中对着凤梨罐头说话的金城武 因为女朋友是在愚人节那天和她提的分手 所以她不愿面对现实 把破碎的爱情当做了一个玩笑 为了维持自己的美梦 她每天都会去买女朋友最爱的凤梨罐头 一个人吃完 第二天再继续 她坚信吃满一个月的凤梨罐头 愚人节的玩笑就会结束 女朋友也会回心转意 这段有点单纯到可爱的独白 在电影外感动了无数的人 但现实生活中的恋物皮 远没有影片中那么浪漫 去年4月15日 西安某小区居住的一名女业主向警方报案 原来她在自家门口的监控摄像头里 多次看到过一名陌生男子在门前徘徊 除了行计可意外 女业主还发现放在家门口鞋架上的高跟鞋 被男子拿起来纹了好久 而且这也不是她第一次上门了 早在一个星期前 她就曾在别的楼层拿着别人的鞋袜深呼吸 无独有偶 在今年1月中旬 日本爱知县的一家音乐学校里 一位女教师在结束了一天的教学后 发现放在外面的鞋子被人掉了包 第一眼就能发现异样 是因为原本她的那双旧鞋因为穿了很久 表面已经出现了很多明显的摩擦痕迹 可这双被掉包的鞋 鞋面完好无损 鞋底更是干净的不沾一丝灰尘 感到不对劲后 女老师向警方寻求帮助 在当地走访搜索时 警方发现和女老师一样鞋子被掉包的女性大有人在 而且她们收到的新鞋也很诡异 和旧的一模一样 单纯丢鞋的案件在之前是有发生 但像这一次已就换新的确属于首次发生 因为案件过于蹊跷和诡异 当地甚至有小学生编出了鞋子妖精的都市传说 他们认为一定是有某位小妖精 因为喜欢人类的鞋子而偷偷穿走 为了答谢 又送上了一双用法术编出来的新鞋 这种都市传说 自然不能拿来当作事实定论 为了排查案件背后的真凶 警方在当地独居女性的家附近进行了仔细摸牌 并在6日时 逮捕了一名33岁的嫌疑人 圣阳明 在他的家中 警方发现了二十几双女鞋 无论是高跟鞋 平底鞋还是靴子 这些鞋子都有明显穿过的痕迹 根据圣阳明的交代 他和受害人们并不认识 之所以要偷鞋就是单纯喜欢闻女鞋被穿过的味道 为了达到目的又不引起太大风波 他会提前锁定下手的对象 并花费大量时间去跟踪对方 了解日常活动范围和常穿鞋子的品牌 尺码等 调包之前 他都会准备同款同尺码的女鞋进行交换 这样拙劣的手法 在他看来却是滴水不漏的万全之策 也难为他能一次性收集到那么多同款女鞋 但从这个工作量和严谨的态度来看 圣阳明不去做个代购或是穿搭博主都可惜了 圣阳明落网后 网友们一致对他的这种变态爱好表示了鄙视 但实际上 像圣阳明这样的练鞋皮 早在几十年前就造成了大规模的恐慌事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道的山口百会 因为清纯可爱的形象和纯真自然的演技 成为了风靡亚洲的一代女神 巅峰时期的山口百会 不仅在台上牵动着亿万粉丝的心 在台下的一举一动也被粉丝们疯狂追逐 七十年代 山口百会每次出门拜访朋友时 总会被粉丝们偷偷跟踪 而当他告辞离开时 放在门口的鞋也总是不翼而飞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山口百会光是因为外出被偷走的鞋 就多达几十双 为了避免回家时没鞋穿 他总会在包里戴上一两双鞋备用 这件事被很多网友当作 山口百会高人气的见证 但这也给他本人带来了很多麻烦 虽然事后考虑到对方的粉丝身份 山口百会并没有选择报警 但从这件事起 外界也对恋物皮有了深层次的认识 那么什么是恋物皮 恋物皮是一种性欲捣挫 将人的某一部位或无生命体征的物品 作为恋爱对象 普通人眼中的寻常物品 袜子 鞋子 上衣 裤子 甚至帽子 丝巾都能引起恋物者的兴趣 有的国家会出现民族集体恋物皮 比如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喜欢小脚的女性 觉得盈盈小卧甚是可爱 原本是流传于宫廷之间的爱好 逐渐在普通民众中流传开来 就有了长达九百年的果小脚习俗 也就是三寸金脸 当然 西方也好不到哪里去 英国历史上对脚踝 竖腰也有着独特的喜好 由贵族之间的审美逐渐推广到下层 使整个英国下层民众纷纷效仿 这都是一种将恋物情节 推向整个社会的时代产物 并将这种情节修饰成整个社会的审美 从而将这种审美当成一种正常的欲望 恋物皮患者大多是性格内向的人 有的人可能外在表现很外向 但其人格特质还是偏内向的 这样的人平时在两性关系处理上 都比较焦虑和被动 往往扮演的是不成功的男性角色 缺少男子气概 这种挫败感会使他们内心产生巨大的冲突 冲突如果得不到合理宣泄 就会变成心理疾病 他就会寻找其他出口 比如恋物 因为这个物体不会评价他 他在两性关系中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 让他更有安全感 通过恋物完成性释放 得到满足和愉悦 久而久之 在大脑回路中就形成了错误的链接 看到或想到物品就会产生欲望 对正常的两性生活失去兴趣 但行为主义认为 这是由于错误的偶然行为刺激导致的行为固化 比如一个人在青春期时偶然闻到妈妈丝袜的味道 非常新鲜好奇 再加上荷尔蒙的驱动 核心联系到一起 之后不断在自愈中强化这种链接 以后只要想到丝袜就会有冲动 心理动力学则认为 恋物品是因为和母亲的关系相处不愉快 这种被压抑的力量转化为恋物 其实是一种爱的转移 物品可控制 更听话 更能带来愉悦的感觉 是对恋母亲劫害 怕受到惩罚的代偿 还有就是不良影视 小说都会对患者产生过强的刺激 视觉刺激或脑部一些情节 都会固化他们的错误行为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认为恋物品是一种病吗 应该接受治疗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